大陸學生播什麼歌,你又播什麼歌,你又不知道國際歌說什麼 當然,當時我都看到有些過去搞社運的朋友 包括岑建勳,很多跟我們差不多年代的人的托派分子 搞共產國際那些,他們當然是唱得很開心 但我指出我們有別的歌可以唱 所以當時有兩個主持,一個是蔡耀昌,現在支聯會的副主席 另一位是學聯秘書長陶君恒,兩個都是二十出頭,學生領袖 蔡耀昌就不讓我說下去,我印象最深刻 但二十年後,或者這二十年,無論蔡耀昌、陶君恒和毓民 都在同一戰線奮鬥了二十年 所以其實六四是造就了香港一班民主派 六四又造就了香港的民主運動 到了現在二十週年,我覺得香港的民主派 或者香港的民主運動都必須到一個反省檢討的時候 好,我想問問,昨天吳耀昌在澳門被他入境 你有沒有說有甚麼感受?有沒有想過怎樣幫他? 當中你也是被他,不能回大陸,沒有回鄉卡 你自己會否感覺是新同感受?會否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我現在又有回鄉卡 過去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不能回大陸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權利 剛才我提到的08憲章 它最後的一個主張是叫做轉型正義 甚麼叫轉型正義呢? 就是你該共產黨歷年所犯的罪惡 或者政治運動的受害的人 你要還他一個公道 這個叫做轉型正義 正如我剛才所說 無論以後的十年、二十年 任何一個共產政權的繼承者 都要為他上一代的罪惡去承擔責任 同樣的道理 就要有所謂轉型正義 這個回家運動 或者叫回鄉運動 是我們的基本人權 但你要變成一種運動是很悲哀的 在80年代的台灣 海外很多人不能回到台灣 台獨分子 或者親共的人 或者在台灣被通緝的全部不能回到台灣 於是他們就搞這些回鄉運動 搞了很多年 80年代初開始搞 搞到80年代尾 台灣開放黨禁解除戒嚴 這些人陸續可以回到台灣 就是要他在海外 在美國在其他地方 搞一個這樣的回鄉運動 打破這個黑名單 你是中國人 不能回到中國的土地上面 這個是將你流放 等於當年的蘇聯 將異議分子流放 同樣的道理 今時今日到21世紀 還發生這些事是很可笑的 亦是很悲哀的 我覺得海外這些民運人士 是應該將這個回鄉運動擴大 在國際社會裡爭取支持 我們回到自己的國土 是天經地義的事 在這裏呢 我就想利用一句說話 形容一下你現在對中國的感受和心情 你有什麽可以用這句說話給我們表達一下呢 我想跟中共的領導人說 路信有一句說話 叫做默寫的謊言 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 拖欠得越久 付出的代價又越大 是吧 我們希望中國共產黨呢 能夠反省 是吧 以及自我完善 這樣才令到中國呢 那個前景 即是會有光明的一面 普羅價值 全民政治 MyRadio2012 我記得有一天 我不知道怎樣 人家怎樣都會 神仙都會打 會黑黑 我記得一條大路沒什麽 那路就黑黑了 我想睡了多久 一、二、三 我想數一下 四、五、十下左右 我想吧 然後前面的大火車 甚麼都在我面前 就在我面前 我想 頂撞是只有一尺兩尺 我便打 我朋友叫他醒 我問問他 他分帳 七百萬人 七百萬個故事 逢星期一晚 八點九至九點九 Judy Raymond 今晚回來 保湯 世弱乎傾 死亡反共 四面守直 反共反共 POWER TO THE PEOPLE 貫致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暴言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平則名指引心繫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RIGH ON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黃毓民頻道 現在和你否釋直至 POWER TO THE PEOPLE RIGH ON 剛才看了黃毓民訪問黃毓民 黃毓民是個妹妹 對 黃毓民是個妹妹 哈哈哈哈 三年前 我知道 我為何差那麼遠 你說我差那麼遠 還是她差那麼遠 當然說你差那麼遠 我? 我怎麼去 你真的差那麼遠 我跟黃毓民都不熟 哈哈哈哈 警方估計晚會供風時有8萬5千人 那你真是篤大了10萬 真是大糟了 你真是篤大了10萬 這裡要看一看 因為我剛才看到毓民 我在維園內已經跟毓民說了 隱然看到今年有少少2003年的氣氛 那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乘車來的時候 我有少許遲到 那我其實在地鐵已經出不到 其實今晚已經是 地鐵就放了 即是那張票影 不用過機 放了出來 否則更加多人塞在地鐵裏面 我上來的時候 就一直 就是蝸牛的步伐 才能走進懷園 正如毓民說 因為我們認識孔路 因為我們是記者來 我們進了記者區 如果其他不是的 很多市民實際上要在維園以外 因為我回來 我走出來的時候 記得很多人馬上離開 因為他們怕太多人離開 所以其實今年的人數是相當多的 上個星期 其實我已經說了 我的感覺就是 今年參加六四遊行 那個祖國買會的人數一定不會少 我由此而推算 其實今年七一的人數也不少 至於多少就不需要去推測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毓民你怎麼看七一的動員 今年 我想去年有二十多萬人 主要是針對那個體保方案 去年已經算是近年比較多 多很多 因為有個題目 有個提死方案 今年由梁振英上台 當然有很多人對他有點期待 香港很多盲目 但是這個人有個好處 就是他喜歡說話 喜歡說話的人 有一個壞處就是 說多錯多 當然我們例外 因為我們真的不太喜歡說話 說一說 我們真的逼不得已 平時我在家裡也不多說話 你不相信你問太后就知道 通常都是他說 只有他說沒有你說 當然 我有個朋友 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 現在聊了兩個人 一個就是他 嫉妒婆 另一個就是我老闆 我今天帶他去維園 阿芝阿蘇 我孫仔 去年帶他去維園 他就是吹人的蠟燭 我說對了 潮州人吹蠟燭 今年他就沒有吹人的蠟燭 但是也很白眼的了 但是我們也要帶他去感受一下 這些氣氛的 沒得談的 我覺得 今年七一都會多人的 理由很簡單 就是 即使你梁振英 不斷在這裏 搞這些所謂親民鬧 但是口位而實不至 當然有些人對他有期待 但是你對他愈期望高 你的失望就愈大 現在不用等他開檔 你都開始失望 發覺他 說來說是三副皮 是嗎 另外就是 他所謂共產黨的身份 始終對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 揮之不去的陰影 是嗎 共產黨假如真的很想被梁振英做 然後之前搞過唐英年出來 都是做戲的 現在大家從結果去判斷 有些人就說 開始都是想被梁振英做的 不過找唐英年去佔屎底 初初就叫有錢老頭給他 接著 共產黨就對他的醜聞出來 那些人有理由相信 除了共產黨 沒有人有這種能力 包括曾蔭權那些 現在就想對瓜你曾蔭權 你未瓜就對到你身壞名裂 因為你有少少想玩東西 之類 現在大家看過結果 就有很多事情說 甚至乎說到 當初就是要讓梁振英做 找唐英年來戰私底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都要想辦法去繞個圈 令他的民望很高 但結果呢 他是三低 低民望 低票 低支持 這樣做個特首 六八八十幾票 有私來最低 這次還有千二個選委 所以 大家對共產黨治港 所以 我們一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共產黨治港 3月25日我們走到中聯辦示威 不要共產黨治港 香港共政權說不 這個論壇搞了 總共我們已經由3月到現在 4月5月6月 搞了兩個多月 不要共產黨治港 香港共政權說不 我們在西洋賽街搞論壇 搞了兩個多月 大佬 每個禮拜六禮拜都在 因為我們拿到核心的問題 在哪裡 就是大家要向香港共政權說不 提醒香港人 所以今年七一 人數相對來說 有機會會比較多 原因亦在這裏 你可以說香港人恐共 是嗎 抗共 因為這樣而令到香港 大家對於 現在這個一國兩制 真的被動搖了 特別是最近 由去年的選舉開始看 西環干預政治 已經赤裸裸裸 是嗎 幫鄭偉俊去派米 什麼都做了 你看到已經很離譜了 大家已經越來越害怕 有時是識得其反 不是有益的 所以大家對共產黨始終就是 無論現在大陸 經濟發展到速度快到怎樣 你看到這些貪污腐敗的事件 薄熙來事件等等 你香港人自己心裏有數 香港人是比鬼 我告訴你 到這些危急存亡之秋 或者殺到埋身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彈出來 所以今年九月的選舉 泛民主派都未必會掛柴 這個是我的看法 所以七一人數都會多 梁鎮應該不用太高興 他們當然希望七一最少人 那些報紙、柴子 又可以打來打鼓 其實中共對香港的 所謂正情探業針 都在每年七月有幾天走出來 尤其是今年聽說 有國家領導人來監製 你胡錦濤來 就會令香港更多人出來遊行 你不要以為胡錦濤來 套用了一句 胡錦濤喔 胡錦濤喔 胡錦濤 今晚家路 應該是回港後 第一次參加六四 其實是 我第一次在香港參加六四 那你又說一下 你今晚在維園 參加這個燭光晚的感受 有些人說 我們不讓你開聲 只有你聽我們講 我讓你講五分鐘 我覺得 其實去到很害怕的 因為很多人 從八點開始就已經遲了 其實我是跟我同事去的 其實去到都 入不到 入不到球場 都要在草叢堆 經過 才可以在最邊邊 看到東西 聽到東西 就是這樣 那個感受 是覺得 我會覺得 我 都 鼓舞 香港 都還有這麼多人 每年六月四號 出來 但同時更加深刻的感受 就是 不應該只停在這裏 你想平反六四 你想得到平反 但其實有很多事情 譬如 你就這樣看最近幾個月 有很多大是大非的事情 竟然好像有很多人 都不可以說出來 為何一些事情 我們應該做 不應該做 譬如你說真任權彈劾 應該早幾個月前 就應該這麼大是大非的 應該就可以做 但為何 這麼遲 好像為了選票 有些人才開始發聲 其實我會覺得 這些事情 跟六四是有關 因為六四 是看到一些 有些事情 應該是正義的 要平反的 爭取 其實我們 其實 不只是停留 現在我們每天 看到很多事情 你覺得不正義 你應該都要發聲 那你六四的平反 我覺得才有機會 你只是停留 在八九年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是不足夠 我們為何要每年出來 就是不想再發生 這件事 但如果我們 在現在 我們每天在政治上發生 我們都好像不敢說 不敢做 可能有一天 六四這件事 可能會在社會再次發生 我覺得只是每一年 六四去集會 其實不足夠 應該是更加多些參與政治 平時 其實我們在香港 譬如說 參加社會運動 也好 或者一些群眾的集會 跟民主人權有關 你都必須要將它和八九年的民主運動 將它在一個有機的聯繫 必須要有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不僅在香港 搞民主運動 我們是希望整個神州大地 都要有一天 民主開發結果 那你中國人 才有得救 否則的話 你中國 無論你多強大都好 都是個政權強大 人民 都仍然 是弱勢的 所以這個才是 在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國家 有四分之一人口 但是他們仍然是 一黨專政的體制下生活 這個很荒謬 對整個人類的發展歷史來說 所以 所以我們在香港 爭取民主 或者從事民主運動的人 就是一定要 就是我不可以叫人 空懷祖國 因為我現在都不太喜歡 這個term 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愛國主義 賤賣 到最後 就是 由於愛國主義 你就搞搞下 你就走去同情共產黨 這個很危險的 所以 都是胡適那一句 一個 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來 是不是 他意思是很清楚的 就是 對這個 偉大的領袖無情 是一個偉大的民族 這個是有吉二國 是不是 所以我們必須要 就是要對這些領袖無情 是 如果 就是 寬容 或者有些人 比如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就是 聖經要教我們 就是寬恕 是不是 我覺得 如果在這個問題上 寬恕 就變成犬餘 那不是人可以寬恕 那不是人可以寬恕 一定是到神之內寬恕 是嗎 是嗎 是 所以 這個 現在有些基督徒 經常不敢敢 共產黨 就用這個 所以 最近對於柴玲 寬恕 這個鄧小平 聖經也很講公義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寬恕什麼 我就做不到 如果上帝罵我 也是這樣說的 對這些人 仁慈 不是對自己殘忍 對所有人殘忍 是不是 我們當然不是主張 血債血償 但是 他是要承擔 一個政權 殺人的政權 你必須要承擔 那個 罪責 沒得談的 而且不是 李鵬 鄧小平 個人問題 這是整個共產黨的問題 這是共產體制的問題 不是一類 共產黨 要跟共產黨 算這筆章 有一個辦法 就是叫他收工 是嗎 是嗎 你經過一次收工之後 你再通過民主選舉 你重新執政 這樣就OK 是嗎 國民黨就是這樣 你看蘇聯共產黨 沒有什麼 就是不行了 可能他好像蘇共 或者俄共 但是他都轉了型 現在有另外俄羅斯 現在有個普京 轉型 普京那個是民主獨裁 那是值得批判的一種制度 可以做完總統再做總理 總理之後又再做總統 不然全部都是由你做 是吧 不是 憲法社也有問題 是 所以 他遲早都出事 所以你看他現在 今次做總統的支持度 是有史以來最低 是吧 有史以來最低 而且整個選舉 所以可能根本已經有問題了 很多舞弊情況 我們當然每年都會講六四 但是我會比較同意一件事 就是我們必須要跟大陸那個 就是香港民主運動 跟大陸的民主運動 就是有機 就是有機的連結才行的 就是不可以 就是 各有各做 那是沒有意思的 你香港有民主又怎樣 有人一票選特首又怎樣 大陸一樣是這樣 有陳江誠出走 艾未未無顧 被人拘捕了 是不是 這些事情經常發生的 是不是 就是 你說回 我們不是對 就是 有些人說 你對共產黨有偏見 我們那些不是偏見 我們那些是根據客觀事實 做一個最理性的判斷 就是等於當年四川 那個地震 香港給了那麼多錢 他陰加產業金就出事了 是 是 很簡單 現在要回稅 有些錢要拿回 要拿回 是嗎 林瑞麟當年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以及發展局局長 林鄭月娥 大家說 我記得第一次 第一個撥款我們支持 接下來那個尾數要給他 我們就不給了 我們先交這個數出來 我們是反對的 投票 第一次剛剛說死人塌屋的時候 第一筆錢我們是給的 我們是投票支持的 到第二次要給錢的時候 我們是反對的 我現在告訴大家 你現在就看到了 那些豆腐渣工程 繼續豆腐渣 是不是 然後把不起學校 用來給地產商蓋房 什麼都敢做 共產黨 是不是 共產黨什麼不敢做 是不是 那就看到了 是不是 所以現在的資訊這麼發達 就是天涯若秘論 這個地球村 共產黨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再把他們的罪惡掩飾 就沒有了 是不行的 告訴你 就是時日揭喪 是吧 乙乙皆亡 始終會有一天 是吧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香港 你都不要想著獨善其身 不過現在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對香港民主運動 有時就真的很失望 很悲觀 是吧 你看一下 就是 靠六四起家的民主黨 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今天在台上仍然是 那些混蛋拿著火把 不怕踩義憤田鷹 包括是蔡耀昌 說得好像哭 那把聲音都比人差 我告訴你 不過大家都不會介意你這些事情 我們是看成一個大局 今天的主角 是在場 就是點蠟燭那些 就是沒有人認識的民眾 無名無姓 沒有人認識的 明天 報紙看到那張相片 其中一份子 那些就是英雄 那些才是今天的主角 站上台那些全部不是今天的主角 特別是那些政棍 是吧 那些是 跑龍套來的 就是 搭台戲給那些傢伙 踩上去 舉個火把 在那裡狗吵一輪 是吧 真正的主角 是 就是 炎點燭光 坐在那裡 是吧 就是 沒有人認識的 OK 是吧 明天打開報紙 你不會看到他的名字 那些才是今晚燭光晚會的主角 其他那些都不是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我這麼多年參加六四燭光晚會的感受 我們從來都不會出風頭 我們都是坐在那裡 台長見過我很多年 在前面那裡 我們坐在前面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是記者 是傳播界 我們多數都聚在前面 我建築你二十年 對 我們在前面 就是坐在那裡 只有這麼多事情 上台沒有我們分的 是吧 是試過有一年 03年 那年要求 叫你求華叔給我上去講五分鐘 然後他說 你不要罵民主黨就可以了 上去講五分鐘 然後叫那些人七一遊行 是嗎 就是這樣 那天有多少人 幾萬人 那個維園 是不是 我說 七一多五倍就可以了 結果不止 多成十倍 是嗎 這個就是03年 所以今天台長說 有03年的感覺 比03年多很多人 今天是 比03年那次 其實祝國晚會是多很多人 對 但是你想想 香港人是很值得驕傲的 事隔二十幾年 還是這麼熱血 是不是 還是這樣 你看看 我經過看到 那些人的神情 拿著那支蠟燭 你是很感動的 二十幾年了 大哥 是不是 二十幾年 未淡的 是嗎 仍然是這麼熱血的 你真是開玩笑 還有身火相傳的 你是見到很多年青的面孔的 例如我今天在 即是說紀律左字街 握手跟我握得最多 就是那些中學生 大學生 那些年輕人 最多 是嗎 你看到很多 喂 當年 即是說八九年 那些人還未出生 那些人是 很多是九十後 今天走進去這個維園的 這個才值得我們 即是 即是感到恩惠 我們這一代人 是不是 見到現在的下一代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你說大陸 是不是 好像香港這樣 共產黨倒了 香港真的 是不是 倒了九年 但是今年 也有些可喜的現象 四川 貴州 很多地方 有人抬溫家寶出來 是 是不是 支持溫總理政治改革 接著下面評分六四 是不是 都算好 其實不用看五灰 這是一個永恆的鬥爭 來的 即是剛才中文說 我自己都感同身受 因為 人多我又見過 人少我見過 天氣熱我見過 大雨我都見過 是不是 即每一年的六四 即無論怎樣都好 始終是有一批香港人 我這樣說 即是香港最有水平的人 最有水平的市民走出來 走過 你看看 有個維園沒有垃圾 逢出六四 下面那些 那些 蠟燭那些 全部自己剷走 剷走 不是 我自己去年 我開始大過孫去 去年應該是三歲多 今年是四歲多 即是 有時想起 真是 即是很感慨 我也都試過 同樣抱著個小朋友 好像這麼一年多 那個是我兒子 去這個六四的集會 是嗎 在九十年代 是嗎 我小的兒子 幾歲大 是嗎 我第二兒子 八四年出生 我九零年抱著 帶他去 他不是六歲 八四年 九幾年的時候 帶他去 就是五六歲 是嗎 現在抱著個小朋友 已經是孫子 是嗎 你說 好像如在昨日 抱著個小朋友 也是這樣 手很累 真的如在昨日 抱著個小朋友 當年抱那個小朋友 就是我的兒子 現在抱著他兒子的兒子 現在抱著他兒子的兒子 抱著我兒子的兒子 你說是不是 這個就是 所謂身火相傳 自己的身體力行 大哥 已經是三代人了 是嗎 是 當然我 那些小朋友 小時候 四五歲去維園 他不知道什麼事 譬如我小了兩個 是嗎 那就是 根本就不知道什麼事 可能 小了一個八八年出生 就是八九年前一年 是嗎 那都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慢慢 個個都知道 誰不知道 是嗎 現在就 帶個孫子去 是嗎 所以希望大家 都是從自己 做起身體力行 所以我再強調一句 燭光晚會的主角 是你 OK 坐在維園那些 是不是 沒有人認識的 不是明天見報 看到你的樣子的人 是不是 明天見報那張照片 一定是點點燭光的照片 你是其中一點燭光 那些點點燭光的人 那些才是主角 休息一會 你 快點燭光 讓我 睡醒了 還有 放十多 我 我 有 不少 我 都 我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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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核心是核心的價值 他想說些甚麼啊 不想聽港女語無論主 不如同星期二晚十點 聽我們的新界最前線吧 新東版主主義有 萬必因新港 貌借 新西版主持有 物業成 李慧妍 一同東西法力過半鐘 I… Stay and 城市在論壇 嘩,怎麼說得那麼麻煩 讓我說吧 城市在論壇 逢星期三晚十點 時間不變 繼續有我星視醫生 馬草黎、劉翁 還有火爆叮噹嚴達明 不遂師兄,繼續發聲 histories 治療負 sabbat 法國 死便壽定 反見完工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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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空發工,黃族文物到,現在和你俯仕即戰 我老婆和我老孫去泰國住兩天 剛才的休息很長 長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些太有恩賜的豬頸肉 全燒 全燒 整機吃東西 因為今天就太匆忙了 今天這一節我們就 聽電話 很久沒聽 立即嚇到人家不打你 明知沒得說 不是 聽眾的質素很高 還沒聽電話之前想說一遇兩件事 其實現在立法會剩下的會期還有多長 好現在 明天後日6月6日 樂曼帝登陸6日 6月6日 6月13日 6月20日 6月27日 接著就到7月了 7月就兩次 7月就兩次 OK 即是6月6日 6月13日 20日 27日 7月初 7月4 7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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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有嗎 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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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個問題 固然那個版權修訂案 沒有了 這個 但他會不會有可能在7月1日之後再扔上來 去找尾 沒有期的 我現在告訴你 你現在要優先辭職